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国庆节前 而古连续五天的满屏暴涨的背后 暗藏着一个显为人知的真相 直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 节前指数占上3300点 市场却接连两次出现冲高回落 这背后就是主力一场彻彻底底阴谋 如果我不说 您又要被蒙在鼓里 甚至就在这个假期 在外资还在挤破脑袋想抽底挨股 在10月7日 交易所即将开展第二轮测试之际 依旧还有人在以寻常的眼光 看待节后的行情 真相到底会是怎样 王牌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毛骨悚然 因为我要告诉您 这一次可能会是一场影响14亿人的大变革 而古可能也将要突破6124点的历史之岁 但如果您不想在节后再度掉进主力的陷阱 不想在大牛市里亏的裤衩都不剩 那么这条视频请您一定要认真地看完 因为我不仅仅会给您明确节后的操作 更会给您带来一条翻倍的主线机会 您看完我今天的视频 其他视频都不用去看了 因为所有人都只会告诉您 额骨涨了 而不会告诉您额骨为什么涨 到底还能涨多久 更不会有人斩钉截铁地告诉您 哪个方向会涨 所以说您是幸运的 这条视频您点上小红心 节后请您回来验证 此刻您刷到的就是全网最精准的股评人 我在2018年市场单边下跌至今 以一年二十倍的成绩在游资圈一战风神 被炒股养家 封名为天才作手 当然过去的虚名不值得一提 我只说当下 我在本轮行情大涨的第一天 就出视频斩钉截铁了 告诉了大家 告诉大家牛市已经来历 结果市场迎来了连续五天的大涨 这五天里 我每一天都在视频里面告诉大家 并且精准地预判 到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市场一定会出现千古涨停 我当时的研判 被全网五十多万人所检验后关注 此刻距离节后开盘只有三天不到了 我知道 有很多师兄师姐都在等我的研判 现在我来了 但是在这之前 请所有股民为我的人癖 为我的真诚和实力点上小红心 送出您的鲜花和掌声吧 那么节后行情到底会怎么走 我先讲预判 再说逻辑 首先我先给大家明确观点 国庆节后还要涨 并且是万字千红的大涨 先讲第一个预判 节后开盘三天之内 指数最低将要占上3600点 并且在11月之前 指数至少将要占上4000点 这一点一定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拿本次的行情 和历史上的任何一轮牛市去对比 就会发现 不管是1998年 还是2015年的大牛市 和本轮行情对比 无论是从启动器的爆发力 还是成交量的大小 还是上头的态度来看 都是远远不如本次行情的 如果您还是不信 你接着听我讲第二个预判 那就是节后开盘 A股的成交量还要继续再撑新高 我知道大家在历经了五天的大涨过后 有非常多满仓的散户都已经开始害怕 看着自己满屏的红色 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踏空的散户也已经被胆怯所支配 不敢轻易入场 但是我要给大家坚定信心 因为这个假期准备入场的资金 可能多到你已经不敢想象 包括之前已经退市的老股民 之前含泪割肉的鸡民们在内 各路资金 现在都在马不停蹄的跑步进场 并且在节前 因为一些流程的问题 90%以上的外资 基本上都是还没有进场的机会的 他们在这个假期 也都在筹划进场 筹底阿股 其次这个假期 交易所那边又要开始重新做测试了 根据行业内部的传闻 交易所这一波的成交系统 将要调整到10万亿的成交规模 这说明上面 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已经有所准备了 所以我在这里预测 节后开盘第一轴 市场的平均成交量 可以要超过3万亿 并且节后开盘的第一天第二天 成交量更是可能往5万亿去靠近 那么在如此大的 增量资金的背景之下 我说指数三天3600点 11月前破4000点 都是往小了去讲的 第三个预判 节后开盘 A股肯定会多次上演 冲高回落再冲高 亦或者说低开高走的套路 假期的港股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港股虽然一直在上涨 但每天都是上蹿下跳的 一会儿回落 一会儿又冲高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 在节后有很多意志力不坚定的散户 被主力轻易地洗盘出去 所以在此我要给大家坚定信心 节后的A股就是一轮史无前例的大牛市 在节后 您只要看到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 这都是主力在倒车接人 这都是您上车的机会 并且每一次的调整 也都是散户绝佳的上车机会 您现在要做的就是看多做多 因为当下的A股 出载的位置就是牛市的初期 后续涨到6000点也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个预判 这个预判关乎到所有空仓 或者说太空了的股民 请您一定要认真的听好了 那就是在节后大多数前排的方向 比如说大金融 地产等等一些前排核心的股票 您可能根本买不进去了 所以说大多数没有先手的股民 节后可能只有参与后排的机会啊 但是这个时候 有很多散户就会开始担心了 怕后排的股票不好 没有前排核心的股票 核心的龙头利害 那我要告诉您 您这就是典型的熊市思维 那么在您看到我视频的这一刻起 一定要加紧把思维转变成为牛市思维 那什么是牛市思维 牛市思维就是仓位决定一切 仓位不够 一切都是百大 所以说在前排没有参与机会的情况下 对于后排的股票 请您一定要舍得去大胆参与 因为在成交量多的对不下的情况之下 很多资金都会被迫参与后排 总而言之 在牛市就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第五个预判 在股市全面普涨过后 市场的赚钱效应将会逐步切换到题材炒作上来 也就是说 市场会慢慢的从买什么都能涨的行情 转变为只有有逻辑的股票才能涨的行情 而大科技方向一定会成为题材炒作里面 脱颖而出的存在 我更偏向于人工智能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第一容量大 能容纳牛市的高额成交量 第二这个方向是最容易吹泡沫的 在牛市里面想要赚钱一定要享受泡沫带来的超额手艺 而人工智能就是市场里最会吹泡泡的 其次呢就是华为鸿蒙这个概念 10月8号 纯血鸿蒙将要启动公测 可能从那天开始 以后的鸿蒙将不再兼容安卓系统 这也意味着 我们可能要拥有出苹果和安卓意愿 属于我们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 这对于我们的科技而言 绝对算是一个历史级别的事件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荣耀借壳上市 和华为升腾算力借壳上市 这两次事件 他们所借壳上市的公司 都走出了十倍的大行情 并且带动了整个产业的持续大涨 也让当时的市场诞生了一条明确的主线 所以关于本次鸿蒙的行情 我们是万万不能忽视的 大家也都知道 王牌一向都是行动派 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止是嘴上说说而已 就像本次关于鸿蒙将要借壳的公司 它可能就要带动整个市场的题材行情 所以规于具体的核心书里 我都放在了精品文章里面了 供大家参考 也算是我和您初次见面最大的诚意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在王牌这里 我能给大家送分帖 就一定不会给大家选择帖 最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一轮牛市真的只是刚刚开始 如果这一轮牛市要持续100天 那我们就还有95%的时间还没到来 所以说不要怕 这就是属于我们财富进阶 改变命运的最佳时机 您错过这一次 下一次可能就是10年后了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一定会全程陪大家走完 如果您对接下来的行情 还是感到迷茫 那么点上小红信 后续我会持续给大家指明方向 点亮您前行的路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